還我富貴市場 留一口飯吃 還我富貴市場 手持抗議標語 富貴市場攤販齊聚在大門口 呼籲市府要說清楚 感到很快 我們阿嬤做了50年 真的耶 阿嬤講 他沒有說什麼 啊給你的什麼意地 不然我們搬就搬 我們沒有想到 當初給我們淨聲出戶 我們在這裡50年喔 50年 第一個沒有配套 就把我們趕出來 太過分了 那你今天什麼事情 你要講清楚 三樓住家 一些衣服 以前媽媽年代 支的衣服 通通都是空手 就把我們趕出來 市場封閉兩年 市政府卻遲遲沒有動作 金融市議員呂美玲 當地里長江天丁 陪同攤販召開記者會 質疑市政府重建沒有進度 甚至傳出原本身材器具 都被強制變賣 但是這兩年當中 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動作 希望新政府來這裡 考量這個最少還可以 20年都沒有關係 他說都有那個維修 以前都有維修 連拿出一毛捲出來維修都沒有 希望新政府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 現在政府也在推動 老屋修散啊對不對 政府在推動老屋修散 這個還有20年的壽命 為什麼不查這個 也不要拿錢啊 ROT也可以做啊 對不對 希望新政府重視這個富貴市場 在這附近的可以熱鬧起來啊 兩年了兩年多了 哪有你假如說危險 你為什麼外面那個網殺都沒有用 外面掉下的撞到人 還是要負責 他說你們做 我們不管你喔 人家假如傷亡 市政府不負責 這樣不是要強制我們說 要把我們趕走 我們裡面的東西 本來是白鐵都做好了 那就把我們趕出去 我們給我斷電 沒辦法給人家來插電 來寄 至於那個白鐵 沒辦法 他們現在來寄 抓去賣 這樣不是把我們的財產 都給我們賣光了 居然有人來把裡面 攤商原先來不及帶走的東西 他們就把它拆下來了 然後甚至把裏門窗 三樓四樓的裏門窗 聽說也被拆走 那我們會質疑 第一個 他是不是只是為了拆走 貴重的東西去變賣 甚至把攤商 私人的貴重物品拿去變賣 然後第二個呢 他這個放在這邊 他現在要做圍籬 也只不過做做樣子 因為實際上 是不是有危險還不知道 所以在這邊我們呼籲 新任的市長 是不是能夠聽聽在地的聲音 在這邊呢 如果這個地方 他真的不是圍籠 甚至不是海沙屋的話 重新鑑定的 結果是這樣 他還是堪用 還是可以用的話 是不是就把它整理 整理完了以後 還是繼續做市場 因為這八個裡 真的不能沒有市場 就像剛才一些老百姓所講的 這些老弱婦孤 你叫他到哪裡去買東西 真的需要一個市場 然後來繁榮這個區域 針對攤販的質疑 市府產發處強調 當初都有貼出公告 要求攤販先自行移除 至於周邊圍起圍網 主要是大樓磁磚會掉落 基於安全才會用圍網處理 經過我們專業團隊的一個檢測 當地的一個海沙屋 每一個樓層 其實都有超標的情況 最嚴重的還是發生在地下室 它有超標超過了20倍以上 因為畢竟地下室 是屬於一棟大樓的基礎 所以對整棟大樓的結構安全來講 有非常嚴重的一個影響 我們富貴市場 其實最近因為氣溫的變化關係 發現到外面的磁磚 有剝落的一個現象 那市政府為了要保障 我們經過居民的一個安全 所以我們目前在進行的是一個 外牆掛尾網的一個作業 其實我們當初在要封閉富貴市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請攤商 將自己所有的認為重要的一個財物 都先搬走 那我們市政府這邊呢 當時也都有派工 去協助攤商做攀遷的事宜 所以在留在裡面的 按照我們當時的一個公告 也是跟大家說明清楚 如果超過2月27號以後仍然不搬遷的 那我們就會視為 對於攤商來講是沒有需求 那也就會作為廢棄物處理 不過市政府強調 雖然富貴市場已經封閉 但若攤販有需要進入拿取所需的物品 市政府將會派人陪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在當時 средは